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凝血之类的药 它又可能凝结起来了 以后又出问题 所以他们会鼓励患者 长期吃这一类的药 但问题来了 这些循环不好 有什么造成的 它的因是什么 一定要先找出来 因还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体伤就是组织器官运作失调 也就是你把这个失调的功能把它调整回来 让组织器官正常运作 它就不会了 然后再来还有热能不足的问题 那也就是你只要懂 那这个就可以不用吃药 而且我刚刚讲 只要一谈西药 它一定避免不了寒凉 那寒凉又必 有必 必多一粒 你长期吃体质会越来越寒 这个不是根本的方式 所以如果懂的话 那很简单 你担心你已经装了支架 也不要懊恼 那接下来要怎么保养呢 就是上背部 脊椎两侧 去把压痛点找出来 然后把原始痛点按一按 体伤解决了 然后再温敷上背部 然后再配合一些运动 比如伏地挺身 扩胸运动 拉筋的动作 这些都可以 都会有帮助的 那这样反而可以得到根治 而不是一次要靠药物来控制 因为药物还是寒凉 那寒凉 你以后还是会出问题 所以有些人装了支架 也吃了抗凝血 都照西医讲 结果隔几年 还是不行 还是再去装 我们也遇过这样的患者 所以这个不是根本知道 所以在我的看法 是可以挺 但你要懂得怎么保养 要懂得保养 就是解决体伤 还有热能不足 从上背部下手 那当然这样的问题也很多 也有人譬如说肝移植 肝手术 然后把别人的肝移植过来 那肾也有 但只要你一直移植 西医还是会给你吃药 因为他们说要抗排施药 同样也是有一个问题 身体没有这个问题 你只要懂得把体伤运作 不调的功能调回来了 他就顺了 就没有一些不适症 反而吃这些药都极寒的 对体质都不好 所以也有人手术把甲状腺 脖子甲状腺那里割除了 那西医就说 一定要长期吃甲状腺素药 但身体本来你体伤跟热能不足 如果都改善 他自然就会补充给你 所以在原始点的看法 所有这些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检查出来的都属果 那真正的因 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也就是你要解决这些果 不管异常形态 异常指数或组织受损 你一定要重因下手 才能根治 而不是一直控制它 那要根治体伤及热能不足 那当然就要 从按推大开关下手了 然后还要补充内外热源 然后原始点还特别强调 要配合运动 然后心态要好 不能熬夜 那有了这样正常的 这样日常的活动 那心态也好 然后又懂得有什么不失忽 从哪里下手 当然这些问题就可以重因完全彻底的改善 所以这三个问题看下来好像都不大一样 但是其实细想其实问的都是一样 都是以西医的角度来问原始点 那最后我还是要提西医问的全部都是果 原始点都是以谈因疾病之因下手 不能只有从果致病 只有控制这些症状 控制这些异常形态 不能这样 而是要找出这些异常形态或症状 到底是有什么产生的 那找出这个因从因下手 才能真正改善体质 达到保命及疗医疾病的目的 好 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里